這一件的針織呢是那一種粗的 粗針織很像奶奶打的毛線衣的感覺 非常的復古 然後它的織紋也很漂亮 而且它的織紋有做就是各個方向不同的那種設計 譬如說手袖這個地方它是做有點這樣子粗的麻花 它是厚磅束的 然後上面有一點毛料的那一種設計 我給你們看 有看到它的毛毛嗎 這一種有一點毛料的針織毛衣是會保暖的 只剩一個尺寸然後可以穿到我覺得可以穿到XL 因為空間很大 它其實沒有什麼限制 因為它整身跟它的胸寬還有它的腰本身是這樣子的同寬的 所以它的胸寬本身是沒限制的 所以如果你們是胸部比較大的女生 其實這個都是可以穿的 然後手袖的話它也算是比較寬鬆一點的設計 這個其實裡面要塞發熱衣啊 打底衣其實是都可以的 甚至你們也可以套一個那種短短的那種襯衫在裡面 我覺得也會蠻可愛的 每次就居然家只要出綠色你們都知道 就一定是顏色很好看 然後蠻顯白的那個顏色 然後瑞卡身上的是可可色 今年最流行的可可色 對 正常圈牠就是林子就長這樣子 素素的 就一個做一個billing 欸這種毛衣會看起來就是很顯瘦 然後會看起來就是比例很好 然後它下擺的地方啊 是有做一點像這樣子不規則的 有點像是花瓣式的下擺 有點尖尖的感覺 而且這件短板啊我覺得它雖然短 但是你們穿高優的時候 其實可以稍微遮一點那個小腹 因為你看瑞卡小腹其實這邊都已經遮到 完全遮住 它的長度是夠可以蓋住小腹的